好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的是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 请他来点评一下今天有哪些市场的消息 可能会对今天的交易产生影响 郭峰先生 早晨好 你好 雨菲 下面我们关注以下几个重要信息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新年首个交易论 A股就触发了这样一个垄断 首个交易论互升300指数先后触发5% 7%的垄断罚值 那么股票现货和股指期货市场都于昨天的下午1点33分起 一直暂停到收盘为止 所以整体来看第一个交易率出现了大跌 那么市场各方也都超出市场各方的预期 那么总体来看大家也都探讨了一下下跌的原因 那么多重利空共振避险情绪升温 导致了垄断机制的产生 同时也加剧了一些非理性的抛售 那么所谓的多重利空我们归纳一下 应该说其实大部分也是在市场的预期当中的 类似的像人民币汇率的贬值 包括本周即将来临的大股东解禁期限临近 那么还有之前炒作比较凶猛的险资 有一定的回撤风险 另外制造业PMI落于预期 那么总体来看 这些利空因素或者说压力 并非所谓的黑天鹅事件 所以整体来看市场情绪似乎有一定的这种过度的表现 因此还是存在着一种非理性抛售的一个过程 那么与此同时 第一个交易的下跌 可能更多的从形态上来看 市场关注的是跌破60的均线之后 市场有一个加速探底的过程 那我们认为在3100点缺口附近 市场将完成本季度的一个探底机会 那么有可能在这里获得比较强的支撑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虽然市场担心大股东解禁期限来临 但是已经有部分多家公司已经主动加索 那么其中像四季华通 龙兴化工 海南信等已经公告 也已经增加减持的这样一个期限 那么同时还有部分公司像华人药业 蓝珍 明白等公司也都相继发布了一些增持的公告 所以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在更多的下跌过程当中 更多的公司加入到这样一个公布的行列 那么对稳定市场情绪还是会有一定的帮助的 好 再来看两个行业方面的一个情况 2016年的一号文件即将颁布 那么农业也将启动供给策改革 那么所谓的一号文件基本上也都是连续四年聚焦在农业现代化 那么而与前两年相比呢 今年在秉承农业现代化工作推进的基本的思路上呢 更提出了落实新的发展理念和实现全面小康的一个目标 那么这其中呢就明确强调农业方面也要推行供给策改革 也就是所谓的农业结构性调整 那么与工业领域相比呢 实际上我关农业同样也存在着产能结构性过剩的问题 类似的一些农产品的种植以及定价机制呢 出现了一些倒挂 所以呢这对未来的农业结构性调整呢 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 那么同时呢农村电商也对也面临了一个大的发展 未来呢将促进三产融合 未来农业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的应用呢 将促进农村落后生产力的发展 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一个进程 那么与此同时一号文件当中也再次强调 农坑改革将突出集团化的发展 那么农坑改革呢主要有两个核心 一个呢就是肯区国有产权体制改革 第二个呢是农坑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 那么未来的农坑改革涉及的土地流转和企业重组呢 将进一步盘活农坑企业资产和各个要素 那么在十三五期间呢也将释放出巨大的改革红利 提升农业附加值 那么跟农坑改革有关的一些上市公司 也建议投资者在回调当中可以受到的关注 类似的像北大黄亚生集团以及海南橡胶等 那么最后再看一下军工行业 那么重新站上了一个风口 实际上在昨天大盘大跌的同时呢 军工股曾经一度表现比较强势 只是到尾盘呢没有顶住大盘的这样一个下跌 也跟风出现了一个回调 但是从整个军工板块的过程来看呢 军工深层次的改革再次启动 元旦期间呢公布了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 那么此次改革的重点呢 在于高层领导指挥体制改革 那么从整个改革意见当中也再次体现出 立好未来军事信息化和海空军的装备 那么其中特别强调了 构建联合作战指挥体系 将对军队的信息化建设提出更高要求 同时呢加速军队信息化进程 另外国防部也首次公开承认 我国正在建造第二艘航母 所以呢预计未来我国在海军装备领域 或将继续加大投入 那么从这样一个改革的意见当中 我们也看到未来整个军工行业呢 可以围绕三条主线去进行一个布局 首先呢就是研究所改制 以及资产注入预期 那么类似的像 包括像航天科技 航天机电 航天长风 航天动力 国内科技等 这些公司呢 近期有啊 值得关注 另外呢 从行业的成长性 也可以适当的关注 包括像中航系下的 中航动力 中航飞机 以及中国重工 中国卫星等 第三个呢 就是民参军组线 我们看好一些像 集成电子等 那么总体来看呢 围绕这三个组线 未来的军工板块 也会有一个 不断的一个表现的机会 那么以上是我们关注的 今天的重要信息 想把镜头叫我可以飞 这么介绍